嗨大家好小正老師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這個吊帶一個小小的細節 那在前幾集呢我有聊到是這個吊帶呢用久的時候有可能會塑料皮髮 他就崩掉這個塑膠的這個地方呢都有可能會塑料皮髮 那在很久以前的影片呢我有大家聊到說這個吊帶的舒適度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橫桿是一個很偉大很偉大的發明 那現在呢我們要來聊的是這個吊帶呢我都會建議同學可以投資一個好的吊帶 是因為那一個好的吊帶他其實要具備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我調整高度的這個位置是不能移動的 這個吊帶如果我今天如果在吹的時候這個容易滑動的話 他就會很容易越吹越低越吹越低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可能越吹越低吹沒多久他就在拉一下 好那我現在示範一般我們在拉吊帶的時候樂器要這樣扶著 才可以調整這個吊帶的長度或者是高度 那如果你樂器這樣拉著的時候吊著的時候他是被鎖死的 他基本上是不能移動的 那我現在用的這條呢也是拉著之後呢他也不能上或下移動 你樂器要扶著才可以把這個吊帶調整高還是低 那如果這個沒有扶著的話如果是拉著的話 他是不能調整他的高度的 他會被鎖死 那一般樂器附的這種吊帶呢有點像板條這種繩子的這種吊帶 他就算是拉著你輕輕碰到他還是會滑下去 然後再拉著他還是會滑上來 所以基本上你用力拉著的話 他還是會拉下去再拉上來 所以他是很容易滑動的 那這種吊帶用久的時候 第一個是你不舒服之外 那第二件事情是這個會塑料疲乏 最後一個呢就是這個會滑動 這個滑動的這個動作很重要 那記得喔在調整吊帶的時候 記得要扶著樂器才可以調整高低 扶著樂器才可以調整高低 不要樂器掛著然後扯 是沒辦法扯動的 停紅燈的時候應該是煞車要踩住 就像下來這樣子不會動 而不是一個空檔滑來滑去的狀態 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好的吊帶呢 該具備怎麼樣的特性 那為什麼我在初學的時候 會建議大家用一個比較好的袋子 除了舒適度跟安全性上外 就是他最後會滑動 那這集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